大家好 我是三喵鞋刨瓜上岗 最近我这个朋友谢成慧老师 拜托我一件事 他呀在这个2226当天啊 要去北京故宫搞一游学啊 这个比如说去讲讲这个太医院前蒋中医 军机处前骂乾隆等等等等 哎这都是他这个手到勤来 手拿把钻的拿手绝活 对吧 他这个谢成慧老师托我给您带个话啊 这个如果有谁啊 想去参加谢老师的这个游学活动 我把这链接放到这里 今儿置顶留言里面 行了 这个话该带的就带了啊 那咱们今天切入正题 话说 俄乌战争期间啊 这乌克兰 哟哟哟哟哟 那打卡解锁了一个俄军的新装备 什么呢 他的这个BMPT号称终结者的这个 所谓的战场大杀戏 有听的名字那么的炫酷啊 这不最近一个所谓的这个终结者啊 被俄军遗弃在荒野里 到底是怎么遗弃的呢 可能踩地雷了 对吧 然后乌克兰军队也不含糊啊 直接就是那个无人机校正 炮兵射击 然后轰把这个邮箱都给点着了 也不再想着缴获这辆战车干嘛了 那讲了这这几句啊 这BMPT终结这样长啥样啊 这三秒你虽然没有做好的模型 但我知道你这堆积很多 你有没有这个模型堆积 不好意思 真没有 就是这款战车是一款连我都没有想去堆积模型的战车 你要非要说的话 它有点类似于二战时期的这种旋风 当然这个东西它是那种防空炮 但是这个BMPT 它是把这种防空炮给放平了 干嘛呢 打步兵用的 哎 它的出现啊 那可是俄军 有着深刻的教训 我们知道坦克这玩意啊 坦克进程啊 对于坦克来说 那是什么呢 四个字 灭顶之灾 对吧 您这个炮管啊 不能往上去打太高的角度 往低也不能打太高的角度 到处都是视觉死角 到处都是射击死角 这也不管是二战时期 德军的黑豹坦克 还是这个斯俄后来的这个T72坦克啊 基本这个毛病都逃不掉 那么到了1994年 1995年的时候啊 这个俄罗斯进行了所谓的格罗兹尼工程战啊 车臣战争的时候 那一仗打的非常非常惨烈 我记得我还欠过一个坑 第131旅几乎是全军覆没 俄罗斯的坦克真的是雄九九气啊 开进了这个格罗兹尼 然后呢 被这个车臣这边的反抗军 从二楼啊 从各种地方 就是用这种反坦克火箭筒 不断的在伏击他们 当然我们也知道啊 这俄罗斯的这些T72坦克 不打仗的时候 那都是几项坦克全冠冠军 真要打几仗 那就彻底的就陷了 就跟这次在乌克兰一样 不过那次更惨 因为坦克打巷战嘛 那真的是这个风箱里的耗子 两头被堵 两头受气 对不对 那 D131旅几乎是这个全军覆没 那么这次巷战给俄罗斯留下的这个印象 太惨痛了 那么他们觉得啊 之所以自己的坦克 自己的步兵战车 在巷战当中各种识别 原因是什么呢 火力不够 而且这个火力不能有效的投射到敌人那边 所以啊 他们就搞了一个这样的终结者 这个大概长什么样呢 就是一个T72坦克的底盘 然后上面加了一个那种自动 所谓高度自动化的炮弹 然后呢 两门30毫米机炮 呦 这玩意儿比那个二战的时候 德军旋风的这个Flagfilling 38 4乘以20毫米 看起来要猛多了嘛 还有四个反坦克导弹发射器 还有一门7.62毫米机箱 我的个天啊 我的个龟龟 这玩意儿在巷战当中 那可谓是佛党杀佛 神党杀神 这个俄罗斯自己也说 我们一辆这样的战车 它的火力相当于多少辆步兵战车的总和 对吧 这不是去年投入到这个乌克兰战争之后 也有视频流传出来吗 他在不断的朝着树林开火 说是什么去打击乌克兰士兵 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打击乌克兰士兵 还是去打这像车臣抖音军那样 就是拍个电影 但是前漫啊 他的这个设计是有问题的 你内巷战的时候 俄罗斯当时在格罗兹尼 打成那个样子 是因为你的火力不足吗 还是你没有有效的手段去针对性的投放火力呢 您觉得是哪个呢 对吧 火力的话 其实你要说那些车臣的火箭筒发射手 对吧 你只要有重机枪啊 只要有这些东西就能把它给干掉 问题你不知道他们在哪啊 对吧 巷战的时候最大的问题不是火力不足 是你的信息获取能力不足 那这种时候啊 你要是想玩简单粗暴一点 可以啊 二战时候元首希特勒搞过一种这样的战车 叫突击虎 那玩意儿的这个大管子 三百二毫米口径 像水缸一样的东西 那一炮下去 一个建筑物就没了 虽然理论上讲 这突击虎 只能弹 十八枚炮弹 那他是干嘛的 这边龙号有个狙击手啊 突击虎 噗噗噗噗 开过来 轰的一下 就能把这栋楼给炸它 除了突击虎之外啊 突击虎也有前辈啊 德国的灰熊 那个自行突击炮 但是一百五十毫米的那种短管 也是拆楼用的 这多简单粗暴啊 可是你说这个 终结者这玩意儿 他能拆楼吗 三十毫米炮 差点 差意思了 对不对 那您在巷战当中 您的这个信息感知能力 你是要依靠步兵的 他能带步兵吗 不好意思 不能 对吧 那他能干嘛 那看起来火力很猛 但是在巷战当中啊 恐怕还是要沦为被宰割的命运 当然这个俄乌战争当中 俄罗斯能够进行巷战的机会 并不是很多 这不传入当中 当时乌克兰军队逼近赫尔松的时候 比如说俄罗斯军队会在这里展开巷战的 结果你看 那还是撤了 所以说这个终结者进行巷战的机会不多 我们也不能在巷战当中一睹他的风采 但是整个你的这个巷战啊 你不是照着这个信息感知去的 你就是加强火力 而很多的这种火力对巷战毫无用处 是问您这四枚反坦克导弹在巷战当中能起到什么作用 巷战绝大多数的战斗是在50米内发生的 而就算有敌方坦克您绕过几个废墟 那您指望您的这个反坦克导弹能绕过几个建筑物的废墟 去打敌人坦克吗 我只能说想多了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没有什么步兵 也没有什么这种合适的巷战火力 要么你像二战的德国一样 你就把简单粗暴搞到极致 对吧 这很毛病嘛 对不对 你要么像以色列军队那样 以色列其实啊 他在跟这个黎巴嫩啊 跟这个巴勒斯坦的很多武装分子去打仗的过程 积累了相当多的巷战的经验 他们会很珍惜自己军人的生命 把一些老旧坦克的底盘改装成这个什么 改装成一些装甲运兵车 然后这些装甲运兵车上会加入一些特质的这个巷战的东西 你比如说这个一种叫狗窝 是在那个所谓的那个纳格玛乔恩这种上面去改装的 那上面就有一个撂旺塔 撂旺塔四周是玻璃 但是玻璃周围全是钢铁炸了 然后能操作的武器 要么是7.62毫米机枪 要么是12.7毫米机枪 你看比这个终结者差不知道哪去了 对吧 三十毫米炮没有 但是我为什么要装备三十毫米炮呢 我这个东西就是在巷战的时候 敌人物肉头我就打 主要就是你信息获取的及时性 以及反馈的灵活性上 而不是在你火力夺凶吗 你只是说更难的目标怎么办 我还有后方支援呢 我不怕的 对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而这个俄罗斯他就想当人的认为 我巷战吃瘪了 一定是火力不足吧 顺便吐槽一句 你看俄罗斯他们的军队 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我这里吃瘪了 火力不足吧 我加火力 我那里吃瘪了 火力不足吧 我加火力 所以你看那个莫斯科号巡洋舰 不就是这样的思路吗 这旁边处着一大堆大管子 火力不足 我加火力吧 你看他的那些飞机设计 不也是这样的特点吗 这次终结者 他也是这样的特点 表面上看上去啊 特别特别的威武雄壮 但是啊 这威武雄壮只是在阅兵场上 只是在那个坦克起向全能大赛上面 真要上了战场的话 就陷了 而这次终结者 他根本就没有出现的巷战当中 他是在野外开阔地上 那这个时候 您这个终结者 跟一辆坦克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既然 一辆坦克能够被这个 NLAW标枪和瑞典的AT40给打爆 那么这辆终结者 也不免这样的命运 我这都还没说反坦克地雷呢 所以说这么看下来啊 这个终结者被终结 他是一个近期的偶发事件 但是就算他不被终结 他进了巷战 能不能发挥作用 非常非常的存疑 那总结一下 巷战 他俄罗斯真正需要解决的 不是他的火力不足 是你的信息感知能力不足问题 而信息感知能力不足 是跟步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 步兵在整个现代战中当中的地位 已经发生了改变 他已经不再是那种 就是主要执行攻击任务的病毒 更多是作为眼睛 喉舌来使用 那这方面 俄国军队做的怎么样呢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人家是拿步兵去填坑的 对吧 不断不断的 在乌克兰人面前 成疲成疲的倒下 真的是让人不知道 说什么才好 那您既然这样 怎么能够指望 俄罗斯的步兵 有好的信息感知能力呢 没有这种信息感知能力 您怎么能指望 俄罗斯军队能够有所谓的 这种终结者之魂呢 阁下 跟这样的重置在一起 怎么能打胜仗呢 好了 关于这个终结者被终结 他的这个BMPT 这样的事情啊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顺便说一句 我现在没有BMPT的模型 以后我也不想买他的模型啊 所以以后你们大概是看不到 我展示了 行 咱们就是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再见